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咀嚼言语功能 均受面神经支配 这个是反复考的一道题 我们注意点 面部所有的表情受什么呀 表情基数面神经支配 而面部所有的运动什么呀 基本上我们靠什么呀 三叉神经和什么呀 和一些特殊的什么呀 感觉性的三叉神经 这是它的一个大方向 所以你说面部的感觉归什么呀 三叉神经 面部的运动归什么呀 面神经 而咀嚼基一些东西属于什么呀 属于三叉神经 后面我们再具体说这个东西 你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东西是什么呀 就是面神经 面神经支配了面部的什么呀 这些表情基 主要分布在眼鼻 口 耳等这种裂孔的周围 呈环形排列和缩小裂孔 放射状成那种开大作用 这个了解就行了 不用特殊性的记 你记住一点 整个表情基的描述过程中 它主要干嘛呢 形成我们的表情 受什么样的神经控制 面神经控制 这就是它的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我们看第一个 口周围基群 口周围基群在考试的过程中 我们说它主要考什么东西呀 主要考 它如下属于口周围上组的 口周围下组的 这是一个它反复考的一个东西 我们看重点性的了解大概的位置 就是说一说这个东西大概是什么 这个需要大家特殊性的了解 再有分清的归属地 以及作用是重点 相对来说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作用它的特殊性 一些特殊性的肌肉有特殊性的作用 这是我们需要特殊记忆的 我们看第一个口伦扎基 口伦扎基这块内容相对来说 它考试的主要方向是什么呀 我们说它考试的时候 只有一道A形的体 它会怎么考 如下不属于口伦扎基中层的诗 如下不属于口伦扎基深层的诗 我们注意点 深层只有一个 属于深层的诗和不属于中层的诗 答案都是什么呀 都是夹基 都是夹基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的东西 所以反无从论来说 你对口伦扎基的一个基本性的认识 浅层就所谓的什么呀 过基数 而正常的中层是什么呀 包括全肌上唇方肌 这些所有的肌肉 这些肌肉不要求大家备 只希望大家理解一点 就是说考试的时候 答案只有一个方向 只有叫夹基的 所以在考口伦扎基 如下属于不属于的时候 只能叫不属于中层 属于深层 因为深层只有什么呀 只有夹基的唇部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的东西 所以在口伦扎基的考试范围内 你就记住A1型的题 而中层这个 大概你理解一下 全肌上唇方肌 都属于口周围什么呀 这些肌肉 框下的 尖牙的 三角的 一下唇方的 都属于口周围的什么呀 这种伦扎基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 而考试只会考什么呀 只会考夹基 只会考夹基 它位于深层 它的主要功能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位于口唇周围的这些肌肉 它的功能无非就是干嘛呀 闭住嘴唇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性的功能 我们看它分为口周围基的上组和下组 我们注意一点 考试的时候 这个从分类上来说 我们说它无非就是什么呀 如下不属于上组的事 如下属于下组的事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大概看一看方向 我们上组一共包括什么呀 包括我们常规的四个 四个 而下组它只包括几个呀 只包括三个 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说 我们说这种考试的时候 它的提形中只会出了一种提 如下不属于下组 如下不属于上组的事 如下属于下组的事 这是它唯一可能会出现的提 这是它唯一可能出现的提 我们分别看一看 口周围基上组 我们重点看它包括什么 你只要能分清楚 它位于正常的口列以上的 就叫上组 这个没有问题 第一个笑极 我们看正常画一个人笑脸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人笑脸的时候 嘴往什么呀 往上歪 往上歪的时候很明显一点 我们说正常的笑极就是什么呀 口周围基的什么组 上组 大概它能起指位置 我们只是了解而已 不需要大家特殊性的背 起自于腮线咬肌筋膜 腮线咬肌这块 向前下越过咬肌 指于什么呀 口脚步 从前面这样 它主要做什么 往上拽口脚 所以微笑的时候 口脚往上扬 后面一个拳击 拳击起自于什么呀 一听这个名字 起自于什么呀 就起自于拳骨 一个拳击缝的前方 所以拳骨在上方 往下的肌肉 肯定处于是口周围基的什么呀 上组 在有带状这种斜向下 指于口脚皮肤 其身侧面 与核外动脉和面前静脉交叉而过 了解就行了 你说这些东西 我都背下来 不现实 我们注意一点 考试考什么 我们的大方向 奔着什么走 有人说这些细节性的东西 会不会考啊 我们特别偏的时候 可能会设计 但是一般我们在这个阶段 不要求大家特殊性的计计 直到后期做习题的时候 一些特殊片的题 我们可以稍微再看一眼 前提是我必须要知道 什么是上组 什么是下组 分清以后 再分细节性的东西 所以以后人家跟你说 拳击肯定是上组下组 上组 笑击是什么 往上了 肯定是上组 上唇方击 顾名思义 上唇方击肯定是什么呀 肯定是上组 它往往一般是什么呀 有三个起始头 一干就是拳头 矿下头 以及我们说什么呀 内肢头 包括这三个头 这些所有的头 我们都不需要背 只需要你知道一点 说上唇方击属于什么组啊 口周围肌的什么呀 上组 口周围肌上组 一般的我们说 起自于拳头的是一个 起自于拳骨外侧的 这种拳核缝 与拳肌并行 进入上唇 止于什么呀 口脚内侧的上唇皮肤 而正常的矿下头 起自于上和骨的矿下圆 向前下 止于上唇的外侧皮肤 而正常的内肢 起自于上和骨的额图 上和骨额肌内肢这个地方 斜向下树 止于什么呀 止于正常的 参与口脑扎肌的什么呀 一个正常运动 它主要止于 这种鼻大翼的软骨皮肤 所以这些东西建议大家什么呀 不用特殊性的 非要背它 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 你只需要知道说 上唇方肌 属于口周围肌的什么呀 上组 这就足够了 我们看第四个 尖牙肌 尖牙肌顾名思义 它是位于尖牙窝这块出来的 止于上唇方肌的 生命 起自于上和的什么呀 上和骨的尖牙窝 尖牙窝靠上边一点 所以以后人家再问你说 最起码口周围肌上组 你知道孝肌属于什么呀 肯定属于什么呀 上组 第二个什么呀 上唇方肌是不是 是 全肌是不是 尖牙肌是不是 是 这四个肌肉 你知道它属于上组 所以正常情况 我们说 只有一道特殊性体 它不属于上组的事 上组需不需要背 需要背起来 需要背起来 我们分别看看这几个肌肉 第一个孝肌 拳肌以及上唇方肌的拳头 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呀 是牵拉口脚向外上 所以孝的时候 这几个肌肉 都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 而特殊一点 我们说上唇方肌 矿下头和内肢头 分别牵引上唇和鼻翼向上 尖牙肌主要是什么呀 提口脚 提口脚 这是使口脚上外上 而没有别的什么 其他的任何意义 我们注意尖牙是什么呀 口脚的定位性 尖牙肌肉就是上提谁的 口脚 所以考试唯一可能会考的 就是什么呀 尖牙肌的作用 其他这几个作用 作为了解即可 作为了解即可 我看口周围肌的一个什么呀 下群 口周围肌的下群 由于它只含有三个 所以考试不可能出现 如下不属于口周围肌下群的事 因为答案会出什么呀 五个答案 五个答案中它少一个 所以这没法出 只能出什么呀 如下属于口周围肌下群 我们说要求大家 反复性背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呀 就是三角肌 因为三角肌 我们乍一看什么 摸不着头绪 其实它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降口脚肌 降口脚肌 所以你现在思维中 应该定性一点 就是三角肌就是什么呀 降口脚肌 当你说降口脚肌的时候 我们注意它是什么呀 上足下足 很明显就是什么呀 下足 所以你不用背 你就只需要知道 三角肌就是降口脚肌 它起自于下股的外斜线 部分止于口脚的皮肤 部分参与口脓肌的组成 所以它正常情况下 它是往下降口脚的 开始属于口周围肌的下去 第二个下唇方肌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说的 我们下唇方肌肯定是什么呀 下嘴唇的 又称为降下唇肌 它位于什么呀 磕孔 以正常的磕连核之间 起自于下颗骨的外斜线 形象于上内对侧的 同名的这种肌汇核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方向 这是它的主要方向 别的东西我们不用记 最后一个磕肌 磕肌一看什么呀 从磕部来的肌肉 磕部来的肌肉 我们注意点 它是下颗骨侧切牙的 根肩处的骨面 止于什么呀 磕部的皮肤 磕部皮肤 我们特殊一点 我们说 它们的几个肌肉的作用中 刚才反复说 三角肌就是降什么呀 降口脚肌 而下唇方肌 它主要降下唇的 它们的主要重要就是什么呀 降口脚降下唇 而特殊的磕肌 是历年考试考过的原题 它的作用是什么呀 我们注意点 当你磕肌使劲用力 就是下部磕这块肌肉 使劲用力的时候 第一方面 它会使嘴唇贴近什么呀 靠近牙齿 靠近牙齿 再并且微微的向前 前身下唇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的特点 所以大程度上来说 我们说 正常情况下的 这种磕肌 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呀 正常的降下唇 微微前倾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性的作用 一个是降下唇 降下唇 将下唇贴近什么呀 牙齦 再一个嘴唇微微什么呀 前倾 总体来说 我们说 口周围肌这块内容来说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东西 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上组 一个下组 上组一般包括四个 孝肌 拳肌 肩牙肌 以及什么呀 上唇方肌 而下肌 我们说 包括我们说的 降口角肌叫什么呀 三角肌 所以考试中 答案出现过的 就是三角肌 留下部属于口周围肌上组的是 答案就是三角肌 再有下唇方肌 以及科肌 科肌的特殊作用 一个是嘴唇贴近什么呀 牙齦 再一方面是嘴唇微微什么呀 前倾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作用 我们看第二个大方向 夹肌 夹肌 刚才我们说 位于口伦达肌的什么呀 深层还是中层 还是浅层 深层 它是构成深层的一部分内容 我们看 它起自于什么呀 上下颗骨第三膜牙的 牙草凸和腋下颗缝 起自于这个地方 肌肉向前参与 口伦达肌的构成 刚才我们说 口伦达肌哪一层啊 口伦达肌的深层 这是它参与的一个 我们看 其上份的进入下唇 下份的进入上唇 我们画一个 这基本的图形 我们说 这是第三膜牙 这也是第三膜牙 往往它从上面来的 这是口伦达肌 这是夹肌 这也是夹肌 夹肌从上面来的 跑去底下来 从底下来的 跑上边的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作用 这就是夹肌 所以你知道一点 夹肌的特点 从上面来的 跑下边 从下边去的 跑上边 成为这种 我们当正常夹肌 使劲的时候 能产生一个什么作用 吸润的作用 就是多的这么一个作用 正常一个撅嘴 吸收的一个吸润作用 所以我们说 它的功能 主要是牙裂靠近 参与什么呀 咀嚼和吸润 反过头来 我们说 它要现在迄今为止 我们说正常的 这些所有的肌肉中 我们讲了两个大方向 第一个口伦达肌中 深层的是什么呀 是夹肌 第二个我们说 讲了口伦达肌的什么呀 上组和下组 上组没有什么特殊说的 我们说包括拳肌 孝肌 尖牙肌 以及什么呀 上唇方肌 下组我们特殊说一点 降口脚肌就叫什么呀 三脚肌 这是我们反复说的 最后我们说 夹肌一个特殊性特点 就是上边跑下边 下边跑上边 而它正特殊的作用 夹肌收缩 产生什么作用 咀嚼和吸润的作用 这是它一个特殊性的作用 整个来说 我们说这块内容 大家就记住几个点 不属于口伦达肌上组的是什么 口伦达肌深层的是什么 深层的是什么 以及夹肌的走向和功能 还有科技的一个功能 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东西 我们看第二个 舌恶肌 舌恶肌 舌肌相对来说 我们说一般的舌肌 分为这种舌内肌和舌外肌 舌内肌就往往什么 都在舌头里边 而舌外肌主要是什么 跟下颌 舌骨 以及净突 这些东西相连 我们注意点 它的名字都叫什么 下颌舌肌 舌骨舌肌 以及净突舌肌 它都叫什么 叫舌肌 这叫舌外肌 所以这两个大方向 大家基本上了解就可以了 舌肌就是这两个大方向 一个舌内的 一个什么 一个舌外的 我们看第二个 恶部的肌肉 恶部的肌肉 我们大概特殊性的说一点 我们说恶部肌肉 在很多地方都会讲 很多地方都会讲 我们说在解剖中会讲 到河面外科 还会讲一部分内容 我们看正常情况下 恶部一共有五对肌肉 这五对肌肉 建议大家按照B型体记 B型体记 B型体它记什么呀 记最起码主要记的是作用 走向我们不用特殊性的记 我们重点记的是作用 第一个我们看恶番提记 恶番提记 它主要作用是什么呀 上提软恶 它所谓叫恶番提 就是什么呀 上提软恶 以及腌侧臂 向内侧移位 向内侧移位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 主要是上提软恶 恶番提嘛 上提软恶 它起自于镊骨的 岩部下面 还有正常的腌骨管 软骨和骨膜部 向下向前方 经腌恶机两树 成这种扇形 素折在三个部位 前份参与这种恶件膜 中份参与这种对侧纤维 成这种提恶吊带 后份恶唇这种机会和 这个一看 我们觉得 就如果要记它的话 我们就丧失信心了 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 记得一些东西 只需要大家说 有经历情况下 把这块看一看 脑子大概有个印象 你就说 我看一遍能有大概印象吗 可能没有 但是考试的时候 你说 我好像从哪见过 就足够了 就足够了 所以很大程度来说 我们对这块内容的要求 主要是记名称和作用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 第二个恶番章集 恶番章集比较特殊一点 它主要是什么呀 位于这种恶番提肌的外侧 为恶番提肌外侧 为三角形这种搏击 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我们注意点 所有的恶部肌肉都参与 我们在恶劣中讲的一种功能 叫什么呀 恶延闭合 只有一种不参与的是谁 就是恶番章集 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呀 拉紧软额 单侧收缩和牵引软额向一侧 牵引到一侧的时候 它主要是开大咽咕管 没有恶延闭合功能 所以我们说在恶劣手术的过程中 有一种特殊的手术方式叫蓝势法 蓝势法进行恶劣手术的时候 我们把一钩给打断了 打断了主要 让什么肌肉松弛 恶番章集 恶番章集松弛 主要是它的一个特殊性 所以我们说恶番章集有两个特殊性 一个蓝势法打断一钩的时候 松解的是恶番章集 再一个特殊性的东西是什么呀 我们说很大程度上来说 它有什么作用 开大咽咕管 开大咽咕管 开大咽咕管是干嘛使来 我们说正常坐飞机的时候 我们都要求张着嘴或者咽痛 它主要保持内外耳的什么呀 动力平衡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性的作用 主要性的作用 所以正常情况下 我们说它是不参与恶言闭合的 第三个我们看蛇恶级 蛇恶级顾名思义 它肯定是什么呀 为蛇根 起自于蛇根的 止于这种恶剑膜 被粘附在 概于正常的蛇恶功 主要作用是上提什么呢 上提蛇根 所以蛇恶级的主要作用就是上提蛇根 下降恶番 缩小阉门 主要上提蛇根的作用 所以考试的时候 见着上提蛇根就是什么 蛇恶级 后面我们看烟恶级 烟恶级它起自于甲状软骨后缘和烟侧臂 纤维斜形走向 向上向内 止于正常硬恶后的这种恶剑膜 被粘附覆盖后 形成什么呀 烟恶功 我们说在肌肉的内侧 被恶番提级分为内外两处 主要作用是什么呀 烟恶级 烟恶级主要是什么呀 使烟恶级向中线靠拢 缩小阉门 所以你记住 当考到烟恶级的时候 你主要找什么字呀 烟字 烟恶级 还有什么呀 缩小阉门 下降软恶 从而上提咽喉 这是它的主要 所以烟恶级主要是跟烟部相关 有一方面是缩小阉门 再一方面是什么呀 上提咽喉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 后面我们看恶纯级 恶纯级顾名思义 它跟什么呀 玄羊纯相关 又称为叫什么呀 玄羊纯级 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呀 牵拉恶纯向上 使恶纯偏向一侧 所以整个五组肌肉 我们先重新再归纳一下 我们说恶番提肌 上提什么呀 恶番 软恶上提 恶番张肌 干嘛呀 开大咽咕管 开大咽咕管 有恶咽闭合功能吗 没有 正常的我们说 蛇恶肌是干嘛使的呀 上提蛇根的 而正常的咽恶肌 是干嘛使的 缩小咽门 形成什么呀 上提咽喉的作用 最后恶唇肌是干嘛的 使旋用唇往上收缩的 所以整个这几个特殊性的功能 你记住能分清它就足够了 能分清它就足够了 我们大概说一说 我们说正常情况下 恶部的肌肉 这五组肌肉症 恶番提肌和恶番张肌 属于上足 这个大家有印象 恶番提和恶番张 属于上足 它是上提软恶 恶番张肌主要什么呀 开大咽咕管 张 张大咽咕管 蓝世法中把它给什么呀 松解了 后边的舌恶肌 腌恶肌 以及恶唇肌 它们属于什么呀 它们属于下足 这是上足 这是下足 这是它一个特殊性的东西 这个大家稍微有个印象即可 稍微有个印象即可 这个不用特殊性的纠结 上边叫上足 下边这三个叫什么呀 叫做恶部肌肉下足 我们看第三个咀嚼肌 咀嚼肌里记忆的东西 会稍微会多一点 因为考试咀嚼肌 确实考的会稍微细一点 我们说是运动 下颌骨的主要肌肉 包括正常我们的咬肌 镍肌 意内肌和意外肌 它们主要受什么神经支配 三叉神经 刚才有人说了 刚才你讲了一个什么神经 面部的表情肌受什么呀 面神经支配 受面神经支配 而面部的咀嚼肌受什么呀 三叉神经支配 刚才我还说了 三叉神经还可以支配什么东西 还可以支配什么呀 面部的感觉 面部的感觉 所以我们说面部 基本上就两个大的神经支配 一个是什么呀 三叉神经 一个是什么呀 面神经 面神经支配的是什么呀 表情肌 三叉神经 一方面是咀嚼肌 再方面是什么呀 感觉神经 感觉神经啊 广义的咀嚼肌 还包括这种舌骨上肌群 这个了解即可 我们大家看一看 这上面很明显的 能看到的肌肉是什么呀 这是甲肌 甲肌属于表情肌 还是属于咀嚼肌啊 属于表情肌 而这个属于什么呀 意内肌 上面什么呀 意外肌 而正常情况下 我们说咬肌是什么呀 在这个地方附着 涅肌是什么呀 在这块附着 大方向上 我们先稍微有个概念就行了 你现在知道 这是意外 这是意内 上面是意外 下面是意内 这就足够了 我们分别看一看 第一个咬肌 咬肌的特殊性呢 我们看 它岂止于 考试的时候这两年 考过一年 比较特殊的 逐渐现在它考什么呀 比如说单纯背这个好使吗 不好使 这两年考咀嚼肌 这块内容 愿意叠加 愿意叠加 我们先大概看一看 最后再告诉大家 叠加什么东西 第一个 它起足于上颗骨的 全秃全宫 起足于这个地方 全秃全宫这个地方 向前下方走行 止于下颗脚 和下颗脂的外侧面 一般下颗脚这块 咬肌出笼的位置 往往一般的 中层起足于 全宫的前侧 三分之二 以及深侧的 后部三分之一的下领 止于下颗脂 中分 深部的起足于 全宫的身面 所以基本上 我们就起足于 全宫全宫 止于什么呀 下颗脂的上部和汇突 所以特殊一点 让我们注意点 它不管是浅中深 都是在什么呀 全宫全宫这块 而止于的东西 我们看 包括止于咬肌粗笼 还有一部分什么呀 包括什么呀 下颗脂的中分 甚至会有下颗脂的上部 和什么呀 汇突 所以总结起来 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上面都是 全宫全宫 不济那么细 下边的什么呀 从下颗脚这块开始 一直到下颗生枝 以及到汇突这块 都有咬肌的什么呀 止点 所以很大程度来说 我们看这肌肉的方向来说 它肯定能参加什么呀 参与下颗骨的什么呀 侧方运动 还有什么呀 前身运动 以及我们什么呀 上肌下颗骨 上肌下颗骨 这很明显 这个方向 前身运动什么呀 因为它有往前的方向 所以又能向前 又能向上 再有 它还能参与下颗的侧方运动 因为它肌肉不是垂直上下的 还有一个侧向性的肌肉 所以很明显一点 现在你知道一点 说咬肌一定负责的咬肌粗拢吗 不是 有一部分咬肌粗拢 有一部分下颗生枝 包括生枝的下边上边 一直到什么呀 会凸的位置 这几个特殊性的位置 大家必须要有点印象 它参与的功能 不但有什么呀 上提 还有前身 还有什么呀 侧方 包括这三个方向的运动 我们看第二个 孽肌 孽肌一方面 我们说起自于什么呀 孽身筋膜的身面 通过全功的身面 指于绘图和下颗生枝前缘 有人一看这很熟悉 说呀 刚才咬肌不是也是下颗生枝和前缘吗 回答的完全正确 这是去年考试 15年考试考过的A型的原体 问你正常的孽肌和咬肌 共同附着的地方是什么呀 绘图和下颗生枝前缘 而倒着考的东西是什么呀 他问你 正常的 指于正常的 绘图和下颗生枝前缘的肌肉 是哪两个肌肉 答案是什么呀 孽肌和咬肌 这是去年的真正的原体 所以一个题 可以分为几个方向会考 大方向上来说 你知道有这么一个方向 其余的东西 你记得 他往往问 指于绘图和正常的 下颗生枝前缘的是什么呀 就是咬肌和孽肌 咬肌和孽肌 共同的指点是什么呀 绘图和下颗生枝前缘 从这个方向上一看 我们说 他不但能够什么呀 上提下颗骨 因为他拽着会突呢 会突往上一拽怎么样 上颗骨就下提了 而特殊一点 还参加什么呀 侧方运动 而我们反复性的说 跟咬肌相比 说咬肌由于往前的方向 所以他能什么呀 有前身运动 所以人家说咬肌和孽肌之间的差异 在于孽肌没有什么运动 没有前身运动 只有什么呀 上提 还有什么呀 还有侧方的运动 没有什么呀 前身运动 这就是他两个共同的点 所以我们总结起来说 考试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咬肌和孽肌的 共同负责点 是什么呀 汇特和下下生之前缘 咬肌的作用是什么呀 向前 前身 向上 上提 还有侧方运动 而孽肌只有什么呀 向上的 上提 还有向 侧向的什么呀 这种侧方运动 而他没有什么呀 前身 因为他肌肉的激素方向 只有向前和向后 没有向内 没有向前的这种方向 只有向后 向上 没有向前的方向 这是大家需要知道的 所以看一些图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考试他会考什么 这是大家需要特殊注意的 我们看第三个 一内肌 一内肌和一外肌 是要求大家 必须要背起来的 必须要背起来的 我们注意点 一内肌和一外肌 一内肌有两个头 一个叫身头 一个叫浅头 一个叫身头 一个叫浅头 很明显我们说 一内肌 我们分别看一看 身头和浅头 身头起自于 意外版的 我们看什么面 内侧面 还有谁呀 恶骨追突 浅头起自于什么呀 恶骨追突和上和结结 所以现在你背的过程中 你必须要背一个东西什么呀 恶骨追突 不管是身头和浅头 都起自于什么呀 恶骨追突 它的特殊性点 有人说 恶骨追突 我在哪学过 恶骨正常 包括一个水平部和水质部 它交界的地方就是什么呀 叫恶骨追突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点 所以我们知道一点 正常的意外肌 意内肌中 我们说意内肌 它的身头和浅头 都起自于什么呀 恶骨追突 无非浅头能摸到的东西 是谁呀 上和结结 而摸不到的什么呀 意外版 意外版我们注意点 是外侧面内侧面 由于叫意内肌 所以什么面 内侧面 这么计 好计吗 好计 意外版的什么面 内侧面 恶骨追突 意外版的什么面 内侧面 恶骨追突是什么面 是它的 往往叫什么面 身头 而浅头起自于 上和结结 叫什么面 恶骨追突 它止于的地方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因为正常情况下 我们说意机粗笼 就很明显是什么呀 它的止一点 而考试有另外一种考题 你注意点 在这你稍微标记一下 因为这种题相对来说是考试考误的原题 第一个他问你说 如下不属于意内肌附着的骨头的是 意外版属于什么呀 蝶骨 恶骨追突 属于什么呀 恶骨 上和结结 属于什么呀 上和骨 下和脚 属于什么呀 下和骨 所以考试的时候 他说如下不属于意内肌附着的骨头是 属于的是什么呀 蝶骨 恶骨 上和骨 下和骨 而正好够四个 所以考试一个典型性的题 如下不属于意内肌附着的骨头的是 这四个需要背起来 有人说我背它干嘛呀 我直接把伸头和浅头背起来之后到考场线推可以吗 当然完全可以 所以我不太建议说非要背这个东西 背这个东西只能有一种效果 就是说考试正好出原题 你就正好对上了 而我们更加建议你伸头和浅头背起来 伸头和浅头比较好背 刚才我们说共同起指点什么呀 恶骨追突 伸头就起字 摸不着的什么呀 意外版 哪侧面啊 内侧面 而浅头摸得着什么呀 上和结结 止于什么地方啊 一级粗笼 所以你分析有什么骨头 就完全没有问题 一内肌它主要也是上提什么呀 下颌骨 也是往上提下颌骨 也参与一定的什么呀 前身和侧方 因为它是往前方向的 所以它能有前身作用 还能有一定的什么呀 侧方运动 我们看意外肌 意外肌它包括无非什么呀 上头和下头 上头和下头 上头和下头这两个 相对来说如果你实在背不住 你就记住 上头起估自于什么 蝶骨大一捏下几 很长对吗 所以考试的时候你就找长的 就好使 蝶骨大一捏下几 蝶骨大一捏下面 找长的好使 而下头我们看 它明显的跟意内肌的什么呀 伸头紧挨着 所以它下头起的意外板子 什么呀 外侧面 所以考试有一种特殊性的 窍门性的东西是什么呀 内找内外找外 意内肌就是什么呀 内侧面 意外肌是什么呀 外侧面 但你记住一点 它是上头下头的 是下头的 它们止于的地方 我们注意点 止于磕头颈部 关节一击窝 止于磕头颈部 关节一窝 而关节囊 关节盘这个东西我们不用特殊计 你就是记住意外肌止于哪 关节一窝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当正常的 刻上凸骨折的时候 意外肌往前拽 拽向什么呀 向前向内 向前向内 所以它主要行驶的功能 就是向前并向下 下降下核骨 刚才那几个都是什么呀 上提的 所以在咀嚼机中 我们注意点 唯一一个降下核骨折是谁 意外肌 这是考试反复考的一个东西 我们注意点 正常的咬肌 镊肌 意内肌都是什么呀 都是开口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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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都属于什么呀 下核前伸和侧方运动 它主要是上提下核骨的 都是属于上提下核骨的 而正常情况 唯一一个开口肌群是谁呀 属于意外肌 意外肌是降下核的 其他的都是什么呀 升下核的 所以很大程度来说 我们总结起来来说 我们说正常的意内外肌 意内肌有两个头 一个叫什么呀 伸头 一个叫浅头 伸头浅头共同起之点 什么呀 恶骨追突 伸头起自意外板的 什么呀 内侧面 浅头起自意外板的 什么呀 浅头起自 恶骨追突和什么呀 上核结结 而意外肌的时候 我们说分为上头和下头 上头很长 叫结股大翼的 什么呀 逆下脊 逆下命 而下头起自意外板的 什么呀 外侧面 它止于什么地方 关节一击窝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特点 我们从正常的开口 闭口上来说 唯一一个开口肌是谁呀 意外肌 其他都是什么呀 正常的一个闭口的 闭口的肌肉 是正常的下核什么呀 关闭的一个肌肉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差异 我们看第四个 颈部肌肉 颈部肌肉 我们注意点 它包括这种颈浅肌和颈外肌肉 颈浅肌和颈外肌肉 第一个来说 颈阔肌位于正常的颈部皮下 宽而薄 宽而薄 其自于三角肌 有人说 三角肌刚才我听说过呀 听说过呀 三角肌讲的 当时是什么呀 叫降口脚肌 但是这里边三角肌 跟那个三角肌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口腔内讲三角肌 就是降口脚肌 其自于三角肌 胸大肌的筋膜 越过正常的锁骨向上走形 前部到锁骨和脚肌的后下 附着于面部皮肤下 主要并在口脚下部的肌位相应 主要的作用 这是我们稍微看一眼的 颈阔肌考试 基本上这么多年 一直就没有考过 因为它跟我们口腔 关系不是很大 它的主要作用 就是协助降下额 并向下牵引下唇 与口脚 我们刚才说 正常的三角肌 就是降口脚肌 它有一定的什么呀 跟这个三角肌 它有一定的什么呀 降正常的下唇的作用 降正常下唇的作用 所以颈阔肌的基本作用 也是干嘛的 向下牵引下 也是一个开口肌群 所以我们说 正常情况 闭口肌群 我们都讲了一共三个 一个异内肌 一个咬肌 一个镍肌 而剩下我们开始讲肌肉 多数都属于什么呀 降合肌群 包括意外肌 颈阔肌 胸锁乳突肌 我们大概知道一点就行了 胸锁乳肌 烤的会更少一点 它包括正常 后端有两个头 一个是胸骨头 一个是什么呀 锁骨头 这是顾名思念 胸锁乳突肌嘛 往往起 至于锁骨和胸骨端 两头汇集而成 向后上方 到镊骨的什么呀 乳突 所以一般我们耳朵 后面那凸起的东西 叫乳突 从这边 往下走的这个肌肉 一个到胸骨 一个到锁骨的时候 就是胸锁乳突肌 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呀 是头后仰 一侧收缩 使头斜向对面 对面转动 所以相对来说 它主要是转头用的 胸锁乳突肌 所以我们考的很少 这个答案 稍微做了解就行了 我们重点看一看 舌骨的上下肌群 舌骨的上下肌群中 我们说舌骨上肌群 是助理也要求的 舌骨下肌群 助理不要求 而考试的时候 我们注意点 虽然助理不要求 考试仍然是典型的一道题 如下不属于舌骨上肌群的事 如下不属于舌骨上肌群 对于职业来说 你背上上肌群之后 下肌群不背 也就那么回事 因为考试的时候 上肌群里边会插下肌群 下肌群会插上肌群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特别 反过头来我们说 正常的舌骨的上下肌群 主要作用是什么 降下核 所以考试典型性的 如下不属于降下核作用的是什么 只有咬肌 镍肌 加什么 异内肌 其余的像刚才的井阔肌 以及正常的异外肌 都属于什么 降下核的肌肉 我们看舌骨上肌群 舌骨上肌群 一般情况下 我们画的过程中说 舌骨上肌群怎么画 这是一个正常的下核股 下核股中我们说 舌骨上肌群 这是一个正常的舌骨 这是一个舌骨 舌骨中我们说 从磕部来的叫什么 磕舌骨肌 从下核股来的叫什么 叫下核舌骨肌 从正常的 我们说前面有一个腹 后面有一个腹 叫什么 叫二腹肌 因为我们在讲内斜线的时候 我们内斜线前下方 有一个特殊的拢 叫什么 二腹肌股 以及下核下腺股 下核下腺股在后边 二腹股股在前边 一前一后 因为它有两个腹 所以称为叫什么 二腹肌 而最后一个净突舌骨肌 它起自于什么 涅骨的什么 净突 净突往这 我们注意从后往前 这个肌肉走向 它能有降下核作用吗 没有 所以考试的时候 如下没有降下核作用的是谁 净突舌骨肌 因为只有在前面 有基数的时候 才能够什么 将下核股往下走 后边有基数有作用吗 没有 它只要一个作用什么 就是开大口底 在口底开大 在口底开大 所以考试典型现在说 如下没有降下核作用的是 你知道净突舌骨肌 从耳朵后边这块 是净突来的 到舌骨了 它肯定没有什么 降下核的作用 我们分别看一看 二腹肌 它分为两个腹 两个腹 一方面后腹起自于什么 涅骨的乳突 涅骨的乳突 这指于什么呀 中间间 前腹起自于二腹肌窝 向后方向 也指于什么呀 这种正常的舌骨的中间间 而第二个下核舌骨肌的时候 起自于下核舌骨线 向后下方 中线到对侧 同名肌汇合成什么呀 这种极性的口底 最后指于什么呀 舌骨体的前面 而颗舌骨肌起自于什么呀 下核舌骨肌上方 中线两侧 起自于科脊 至于舌骨的上部 所以你记住一点 我们常规情况下 画的这个图的时候 很明显 我们说正常这是舌骨 起自于这儿的就是什么呀 科舌骨肌 起自于这儿的就是什么呀 下核舌骨肌 前后都有的叫什么呀 二腹肌 从后边来的叫什么呀 净凸舌骨肌 所以这四个要求大家 必须背起来 这四个之中 唯一没有降下核作用的是谁 净凸舌骨肌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的东西 净凸舌骨肌是没有降下核作用 是没有任何降下核作用的 我们看舌骨下肌群 舌骨下肌群助理是不做要求的 助理是不做要求的 我们看正常它位于 喉气管甲状线前 顶前部正中线的两侧 舌骨与胸骨之间 分为浅深两层 浅层有胸骨舌骨肌 和肩甲舌骨肌 深层往往什么呀 胸骨甲状级 甲状舌骨肌 所以你记住一点 带甲状的 就是带甲状线这块东西的东西 就是什么呀 是深层的 浅层只有什么呀 胸骨肩甲 胸骨肩甲舌骨肌 这几个特殊的舌骨肌 它的特殊作用主要是什么呀 下拉舌骨 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刚才说 画一个正常的 这是一个下颗骨 这是舌骨 舌骨上肌群在这 舌骨下肌群在这 它首先先什么呀 把舌骨固定了 固定了以后 在拽舌骨上肌群的时候 才能什么呀 张开嘴 所以它们就是一个舌骨上下 它们主要上下相对来说 舌骨固定 舌骨固定以后 舌骨上肌群再使劲 才能够怎么样 把下颗骨给降下来 才能够降下颗骨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作用 我们分别看一看 正常情况下 分为浅层的胸骨舌骨肌 和肩甲舌骨肌 肩甲舌骨肌顾名思义 我们是肯定从哪来的 从肩甲骨来的 继长的分为上腹和下腹 下腹起自于肩甲切剂 上缘 往往一般的纤维向上 胸梭如肌指于中间腱 上腹起自于什么呀 中间腱 几乎垂直指于舌骨下缘 这个了解就行了 不需要背 你只需要分清说 舌骨上肌群有什么 舌骨下肌群有什么 这就足够了 这个分清怎么分清 自己拿着比划 比划科舌骨肌 下科舌骨肌 二腹肌 净突舌骨肌 往下走 胸骨舌骨肌 胸骨舌骨肌 肩甲舌骨肌 还有什么呀 甲状舌骨肌 胸骨甲状肌 这几个特殊肌肉 必须要在自己身上 比划比划 你说真正说比划 从哪到哪 我一定要清楚 不一定要清楚 但是你最起码要知道 它分为舌骨上下 舌骨上下 我们看第二个 胸骨舌骨肌 肯定是什么呀 起自于胸骨骨柄 后方 至于什么呀 舌骨体的下一半 第三个说 胸骨甲状肌 和甲状舌骨肌 它们都属于什么呀 深层的 都属于深层的 而他们说 胸骨舌骨肌的身面 起自于胸骨柄 后方 止于甲状软骨 而从甲状软骨 一直到舌骨 它是什么呀 叫甲状舌骨肌 所以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画大一点的图子的话 我们说 重新再把上肌群 和下肌群 重新再来 这是一个舌骨 这是一个舌骨 这是甲状软骨 这是甲状软骨 缓状软骨 缓状软骨 这是一个特殊骨 我们说舌骨上肌群 这是什么呀 从磕部来的叫什么呀 磕舌骨肌 从下颗骨来的叫什么呀 下颗舌骨肌 后边二腹肌 从乳秃的到二腹肌窝的 这是什么呀 二腹肌 从正常的颈突来的叫什么呀 颈突舌骨肌 这是舌骨的什么呀 上肌群 这些上肌群中 谁没有开大口底的 正常的开口的作用 颈突舌骨肌 它只能是开大什么呀 口底 开大口底 舌骨下肌群 我们说从胸骨来的叫什么呀 胸骨舌骨肌 从肩甲骨来的叫什么呀 叫肩甲舌骨肌 这都是什么呀 浅层的 肩甲舌骨肌和胸骨舌骨肌 而正常我们说深层的包括两个 一个是从胸骨到甲状腺的叫什么呀 叫甲状软骨的胸骨甲状肌 再叫甲状软骨到什么呀 舌骨叫甲状舌骨肌 所以深层和浅层 浅层是一根的 深层是什么呀 靠甲状软骨什么呀 形成了两根的连在一起的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的概念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概念 所以我们说上下整个的肌群 你可能说我画的不是那么好 但是你最起码要知道 上肌群包括什么 下肌群包括什么 这个东西如果你反复不过来的情况下 只能是拍了手机 总结案了拍了手机 之后到时候慢慢的墨迹 一直墨迹到于上边是什么 下边是什么完全清楚 有人说细小的东西我还用看吗 我们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细小的东西 当你精力足够充沛的时候 再看这些东西 如果你连上下都分不清的时候 你就开始背这些东西的时候 对你来说根本都没有希望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一点 先摆上下背清 之后再背一些细节性能 因为细节性能 我们说唯一可能会考的 没有正常的开口功能 就是什么呀 净突射骨鸡 这个可能会考的会多一点 其余的从哪起 从哪止 慢慢的逐渐 你所有东西都背完了之后 第二遍你再看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稍微看细一点 因为你那会心里有数了 老师让背的东西 我基本上背差不多了 我可以摆细节性的东西 稍微看一看 这样就有利于什么呀 有利于即便 今年考试题很偏的情况下 我仍然能够什么呀 能够通过 但是告诉大家一点 是什么呀 考试这么多年来 分数线永远是在那摆着 基本上不会出现太大性的 这种意外性的东西 说今年特别偏 没有 总有一部分偏题 这部分偏题 可能你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 学这些东西的时候 可能能够看到一部分 但是我们说 主流性的东西 永远是主流 我要你背的东西 是主流性的东西 但主流性的东西 你完全背下了以后 你可以顺便性的看起它 这样的话 只是一个树干和枝叶的关系 当树干足以建立的时候 我们说 你再慢慢的摆什么呀 把枝叶再散开 这就是你大概的一个 大体方向 这是一个大体方向的问题 我们看第三个 追前肌和追外肌 追外侧肌 追前肌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我们说它位于正常的 所谓追什么呀 就是颈椎脊椎 我们说它前方 正中线的两侧 包括这种颈长肌 头长肌 头前直肌 以及头外侧直肌等 它往往其作用 我们首要是颈前趋和侧趋 主要是颈部往前 还有往一侧 这就是什么呀 这种追前肌的作用 我们考试基本上不考它 追前肌考的很少 追外侧肌 我们注意点 它又称为叫斜角肌群 它主要是脊柱了什么呀 颈部两侧 追前肌模的深侧 包括这种前中后三对 主要作用上体一二肋股 接触呼吸 还可以使什么呀 颈前趋和同侧什么样 侧趋 这个了解性 我们说一个是追前肌 一个是追外侧肌 没有什么太多的 考试基本上这些年就没考过 所以我们写的内容是要了解 大家看一眼 我们看第五个 口腔系统的肌链构成和临创意义 我们说肌链这是考试考过的原体 我们说肌链的构成包括三个肌链 一个叫水平肌链 一个叫垂直肌链 以及我们说怎么样 姿态肌链 我们分别认识一下它 所谓水平肌链就是从前向后 环形排列 由口腩杂肌夹肌链上缩肌构成 就是我们口周围这一圈肌肉 称为叫什么呀 水平肌肉 水平肌链 水平肌链最明显的一个病是什么病 唇裂的病人 唇裂往往口周围肌怎么样 就被什么呀 破坏了 我们刚才讲了口周围肌 口腩杂肌的浅中深 谁是属于深层的呀 夹肌属于深层 这个稍微有影响 你知道水平肌链就是口周围这些肌肉 而垂直肌链是我们刚才反复讲的 恶部的五组肌肉包括什么呀 恶番提 恶番张 这两个什么呀 上组的 后面下组的恶唇肌 恶烟肌 还有什么呀 舌恶肌 舌恶肌 烟恶肌 以及恶唇肌 恶唇肌 包括这五组肌肉 这五组肌肉中 我们唯一一个没有什么呀 没有一个形成恶延必合功能的是谁 恶番张肌 也是我们说在蓝氏法中 恶劣手术中 蓝氏法中正常的 把一钩打断之后松起的肌肉 也是恶番张肌 我们看第三个姿态肌肉 姿态肌肉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什么呀 主要是保持这个脑袋 直立的这种姿态 使颈后部肌肉 通过这种 帽状肌膜绕过头顶 连接这种 瘟肌 咬肌 以及舌骨肾下肌群组成的 我们说舌骨肾下肌群 以及正常我们说的 正常的帽状肌肉 以及所谓的瘟肌咬肌 共同构成什么呀 这种姿态 这种姿态肌肉 它主要出现的问题就是什么呀 我们说的斜颈症的问题 所以很大程度 我们说 纯裂和拒蛇症破坏了什么呀 我们的水平计量 把水平计量给破坏掉了 而正常的恶劣破坏的是什么呀 是垂直计量 恶劣主要是 垂直计量破坏了 而斜颈症破坏了什么呀 姿态计量 这是考试考过的原体 考过原体 我们注意一点 常规情况下 你知道纯裂和蛇 拒蛇症 属于什么呀 水平计量 恶劣属于什么呀 垂直计量 斜颈症的病人属于什么呀 姿态计量 这是考过的原体 所以这个大方向上 大家应该有一个 基本性的认识 包括三个 一个是水平 一个是垂直 一个是什么呀 姿态 出现问题 三个问题 一个是 唇裂 巨蛇 还有什么呀 恶劣 以及什么呀 斜颈病人 斜颈病人的病人 这几个特殊性的特例 大家需要反复性的 稍微看一看 反复性的稍微看一看 我们看总结的一些东西 从身和居群的角度 考虑来说 我们说 主要的生和肌群 无非就是这三个 一个是咬肌 一个是孽肌 一个是孽肌 这是孽 不是 不是 全 不是全 是孽肌 孽肌 往往一个是咬肌 一个是孽肌 再是什么呀 意内肌 它们主要是起的什么作用 上蹄什么呀 下颗骨的 主要是生和肌群 它们一方面 我们说棋质点 棋质点 它们俩共同的棋质点 指点是什么呀 下颗生枝 以及什么呀 会突 下颗生枝会突 这是刚才我们反复说的一个东西 功能来说 它一方面 可以前身 还可以上蹄 还可以侧方运动 它的主要是什么呀 主要功能只能是什么呀 上蹄 还有侧方运动 它一般不能前身 镍肌一般都没有前身的 而后面我们说 意内肌 它也有前身 有侧方运动 还有什么呀 还有上蹄下颗骨 而意外肌 我们说它是什么呀 主要是正常的降下颗的 它主要是降下颗的 我们说意外肌 分为这种上头和下头 上头意外 意外板的 蝶骨大翼的什么呀 腻下颈腻下命 上头是蝶骨大翼的 腻下颈腻下命 而下头指于什么呀 正常我们说 它下头什么呀 叫做常规情况下 意外板的什么呀 外侧面 意外板的外侧面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 主要的东西 我们看降合肌群 降合肌群相对来说 我们说包括 刚才说的什么呀 意外肌 还有什么呀 二腹肌 下颗射骨肌 颗射骨肌 这是它基本的降合肌群 降合肌群中 我们说 它主要是一个降下颗 在一个拉舌骨向上 拉舌骨向上 唯一一个刚才 我们没有讲过的东西是谁呀 净突舌骨肌 净突舌骨肌 没有降下颗 只有什么呀 开大口底的作用 开大口底的作用 这是一个总结的一个表 这个表上 大家摆正常的 这个颧骨的颧子 改成镊子 这就可以了 把颧骨的颧子 改成镊子 这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完全没有问题了 整个来说 神经支配来说 我们大概看一看 神经支配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 咬肌有什么呀 咬肌神经支配 而正常的镊肌有什么呀 有镊身神经支配 一内肌有 一内肌神经 一外肌有什么呀 一外肌神经 二腑肌有什么呀 面神经 因为二腑肌支配的什么呀 二腑肌支配的 主要靠什么呀 这种面神经来支配 而正常的 我们说前腹靠什么呀 下颗舌骨肌 下颗舌骨肌 而下颗舌骨肌 下颗舌骨肌神经 还可以支配谁呀 下颗舌骨肌 以及我们颗舌骨肌 是靠什么呀 舌下神经 舌下神经 主要是一方面支配 舌头的运动 再一方面支配什么呀 颗舌骨肌 这几个东西 大家不用特殊性背 到后边讲神经的时候 讲神经的时候 基本上大家就能够 差不多明白 这块 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 血管 血管这部分内容 好多人觉得说 哎呀 这块内容特别难 血管的内容 相对来说 看起来是很难 临床中确实很难 就是我们想区分 这个血管 那个血管 确实对于手术来说 如果不从事这个行业的话 肯定会很难 但是考试相对来说 会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重点说 告诉大家 正常血管那部分的那种 你需要系什么东西 这是大家课上 需要知道的东西 你现在意识中 要撇开那种 说哎呀 我血管 我根本都弄不明白 不存在这个问题 而我告诉你的东西 就是你在正常的学习过程中 你需要系什么东西 这些所有需要系的东西 往往就是什么呀 考试中考的比较多的 而它跟临床的关系 并不是很大 反过头来 有人说 我拿这些东西 直到临床可以吗 可以 但是往往我们叫什么呀 看起来很美的东西 直接一操作的时候 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阶段 只需要你去通过考试 所以相对来说 你不要过分性的追求 说哎呀 我这个东西 我根本弄不明白 你能弄明白 所以这一块内容 大家会特殊性的注意 我们看正常的颈内外动脉 主要分支 已分布 面颈部的血液共用 主要来自于两个动脉 一个叫颈总动脉 一个叫什么呀 锁骨下动脉 这个也是考试 考过的A型的题 它会怎么考啊 它说正常的和面部血液共用 来自于颈内动脉 颈外动脉 和锁骨下动脉 对不对啊 对 因为正常的颈总动脉 就分为什么呀 颈内外动脉 而正常的再加上锁骨下动脉 就是面颈部所有血液在什么呀 血共 所以你记住 一个叫颈总 一个叫什么呀 锁骨下 这就是面颈部 所有血液在什么呀 血液共用 我们看正常的颈总动脉 在约凭甲状软骨 被甲状软骨 大家画一个圈 有人说甲状软骨这么出名吗 刚才我还有一个 胸骨甲状骨 甲状舌骨骨 胸骨甲状骨骨 甲状舌骨骨 是这么出名 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说不但有 舌骨下肌群的一个交替 还有一个谁呢 分支 颈总动脉的分支 颈总动脉分支 主要在甲状软骨的上圆处 这个是作为A型体 大家需要记住的 第一个A型体 面部所有的血共 一个是颈总动脉 一个是锁骨什么呀 下动脉 第二个 我们说颈总动脉 有两个分支 在什么地方分的呀 凭甲状软骨的上圆 凭甲状软骨的上圆 我们注意 左右的颈总动脉长度 均始至于的部位不一样 所以它长度也是不一样 左侧比较长 直接起自于主动脉宫 右侧我们说 它比较短 起自于无名动脉 左侧就主动脉宫的地方 直接往上一穿 就直接穿到我们左侧了 形成了颈总动脉 右侧起自于什么呀 无名动脉 颈内动脉 往往我们注意点 它的特点叫入庐田无分支 什么概念 我们说颈外动脉 主要支配的什么呀 我们和面部的一些血管 而颈内动脉直接上哪 上脑袋里边 支配脑袋里边 支配脑袋里边 它就不用管外边 外边靠谁来管 颈外动脉 而颈内动脉 进脑袋之前 我们叫没有分支 而颈外动脉 有很多的分支 这就是它的特点 所以整个这一样 我们说话来话去 大家就说 哎呀怎么花这么多东西 我现在告诉你 考试主要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面部血共有谁共 颈总动脉 缩骨下动脉 第二个说颈总动脉 有分支 两个 一个叫颈内 一个叫颈外 在什么地方分支 在甲状 阳骨的什么呀 上缘 这就是它两个 唯一需要知道的 我们注意颈内和颈外 颈内的特点是什么 是脑袋里边 所以它有分支吗 没有 颈外动脉 共面部的血共 它有什么呀 很多的分支 很多的分支 我们看颈内动脉 颈内动脉是脑袋 矿内部 以及额鼻部 血共的主要动脉 它在正常的颈动脉 三角区内 起自于什么呀 颈总动脉 颜正常的颜测臂 上达颅底 经液骨 颈动脉骨 进入正常的颅内 有人说这个颈动脉骨 我用背吗 考试确实是没考过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一点 很多是经验性的东西 说考试考太过分吗 不过分 所以但是它没考过 我们一般就不要求 大家非要背它 一般的颈骨的颈动脉骨 进入到什么呀 进入到颅里边 它进入到颅里边 主要供应什么呀 脑袋里边的血管 所以人家说 在讲和谓外科的时候 他说颈总动脉能结扎吗 不能 因为它包括颈内动脉 颈动脉结扎之后 脑袋就不会没有营养了 但是颈外动脉能不能结扎 可以 因为颈外动脉什么呀 侧脂特别多 当它侧脂特别多的时候 我们说 它的侧脂循环 就能够足以什么呀 维持这些所有的营养 所以颈外动脉 双侧结扎效果会什么呀 更好一点 我们看它起自于颈动脉 起始后 先在颈内动脉的前内侧 之后又什么呀 向前弯曲上行 而后转到上后 颈二腹肌 颈突舌尾肌的身边 穿塞线食指身边 形至下颗骨这种 颈突的颈部后方 分为两个中脉分支 这两个中脉分支 前面怎么走的 你不用背 你就记住 正常情况下 颈外动脉两个中脉分支 一个是什么呀 上颗 一个是什么呀 涅浅 在什么地方形成颈外动脉 颈突颈部 颈突颈部 所以你说从脖子 积了拐弯 积了拐弯跑 跑一直跑到什么呀 跑上颈突的颈部 一个是往耳朵前面走的 叫涅浅 再一个什么呀 往深处走的叫什么呀 上颗动脉 所以考试 因为你说颈外动脉 有两个中脉分支 在什么地方分的呀 颈突颈部 分出了两个叫什么名字 考试这是最高级的一个 最高频的一个体 叫什么呀 颗内动脉 所谓的颗内动脉 就是上颗动脉 以及我们说的什么呀 逆浅动脉 逆浅动脉 这两个要求大家 必须要知道啊 必须要知道 所以颈外动脉的走向上来说 我们开持颈内动脉什么呀 位于它的后外方 逐渐 它逐渐跑什么呀 绕到什么呀 内侧 它逐渐跑到内侧 它往往一般的什么呀 经过向上向后旋转 它开始是它位于它的后外方 而逐渐它往这边一走的时候 它跑里边来的就 它跑它的前内侧来 前内侧它逐渐入什么呀 就入炉了 这个大方向 你先有个印象 不需要记这么多 这一页 我们说主要记的东西是什么呀 颈内动脉 管脑袋里边的 颈外动脉什么呀 管和面部 它经过反复的钻来钻去之后 开始说到科上兔的颈部 分为两个 一个叫什么呀 涅起 一个叫什么呀 上河 好了 这就足够了 我们看它的基本分支 这是一个图片 这是一个图片 我们说这是颈总动脉 颈总动脉 这就是一个甲状软骨 甲状软骨的上缘这块 它分为什么呀 一个是颈内 一个是颈外 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颈内开始的时候 位于它什么呀 后外方 后外方 再开始位于它的后外方 贴近我们这边后外方 逐渐绕到什么呀 后内侧 逐渐绕到后内侧 这个大方向 你先大概知道 我们看一看颈外动脉的分支 颈外动脉 我们在讲舌骨的时候 我们说舌骨大脚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呀 它是区分 颈外动脉分支了 一个关键性的东西 关键性的东西 我们看正常第一个分支 分支到什么呀 甲状线的位置的这个地方 我们叫什么呀 甲状线上动脉 甲状线上动脉 甲状线上动脉考试 只有一种考法 考什么呀 位于什么地方 舌骨大脚什么呀 稍前 稍下方 稍下方 它发贼颈外动脉 起始不会的前内侧臂 而考试特别细的时候 所以建议大家 今年尽可能性的 稍微背一背什么呀 什么哪个臂 前内侧臂 颈外动脉的前内侧臂 之后出来什么呀 甲状线上动脉 甲状线上动脉 而第二个我们分 它叫什么呀 舌动脉 甲状线上动脉供应的东西 我们大概看一眼 这个不需要背 包括这种甲状线 胸梭褲脱鸡 缓甲鸡 蛇骨下肌群 以及猴内侧相应的 这种区域皮肤 所以你大概看一下 就供应这一块 甲状线上动脉 而第二个我们看 平对舌骨大脚的时候 我们看一遍 在它的稍上方 出了一根特殊的 是什么呀 舌动脉 舌动脉平对着什么呀 舌骨大脚 所以考试就开始说 舌骨大脚下边是什么呀 假装先上 平舌骨大脚的对的是谁呀 舌动脉 舌骨大脚靠上一点的是谁呀 就说马上我们要讲的什么呀 面动脉 要讲面动脉 而正常的我们说 舌动脉它有两个基本性的分支 一个叫什么呀 奔着舌头去的叫什么呀 舌身 舌身 再有正常奔着舌头底下走的叫什么呀 舌下 所以人家问你说 舌头的动脉分两个分支 一个叫什么呀 一个叫舌身 一个叫什么呀 舌下 所以人家说 正常的口底区 口底区 口底区这块的 含有的东西 能含有舌动脉吗 含不了 因为舌动脉分两个 一个叫舌身 一个叫舌下 舌下肯定是在口底区 而舌身能在口底区吗 不能在舌头里面 这是一个特殊性 大家需要知道的 我们看它主要分布在舌头的 舌骨上下肌群 以及下颗下腺 舌下腺 它起自于颈外动脉的什么呀 前臂 特别偏的时候确实有靠这个东西 它是前内侧币 逐渐它开始往外转 转到什么呀 转到前臂 我们看看正常的面动脉 面动脉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我们说面动脉位于舌头大脚 烧什么方了 烧上方 所以我们仍然回忆就是舌头大脚在这 舌头大脚的下方是什么呀 假装先上动脉 平舌头大脚是什么呀 舌动脉 舌头大脚靠上一点的什么呀 就是面动脉 这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方向 所以有了舌头大脚之后 所有的东西就都好找 我们看 它二腹肌后腹的下缘处 起至于正常的颈外动脉是什么呀 前臂 前臂 所以我们说只有 假装先上动脉是什么呀 前内侧臂 其余的都变成什么呀 前臂 至于这种上下唇 鼻背 鼻翼 舌压线 以及软饿 和饿扁脑体 还有科部的各种皮肤 我们注意一点 它有几个分支 这几个分支是要求大家必须背心的 尤其这个必须背心的 我们注意它的动脉主要是什么呀 人家说面部这种出血 多数按压什么呀 面动脉 就好使 因为它所经过的东西就无非是什么呀 上下唇 所以上下唇出血 按压面动脉是比较好使的 再有什么呀 内姿 就眼睛内侧这个内姿 以及我们说的科下 就下部科底下 再有什么呀 恶声 恶声就是指着我们什么呀 这种软恶去的 软恶去的血共 软恶去的血共 所以面动脉主要支配什么呀 常规情况下就是 上下唇 科部 内姿 以及什么呀 我们叫恶声 恶声 恶声是考试容易 大家容易忘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五个 相对来说 我们说这块血管 好多人说觉得乱 就是这点内容 一个是上核动脉 一个面动脉 它的分支确实很多 确实很多 所以它这些分支的话 只有一个好办法 就是你把它 拿手机一拍 走在路上反复的看 你最起码知道面动脉 现在你知道脸上上下唇 科部 内姿 以及什么呀 恶声 属于面动脉 这就足够了 这就足够了 我们再往后看 有两个中莫分支 一个叫上核动脉 一个叫涅浅 上核动脉是最复杂的一个动脉 我们说正常的上核动脉 叫做核内动脉 而谁叫核外动脉 面动脉 所以以后最起码 你应该知道一点 核内的就是上核动脉 就核骨里边的上核动脉 核骨以外的叫什么呀 叫核外动脉 就是所谓的面动脉 我们看正常的核内动脉 为颈外动脉的一个中莫分支 还有一个分支 刚才我们讲的叫什么呀 耳朵前面蹦蹦跳的是什么呀 逆浅 它起自于下颗骨的颗图颈部 刚才我们说 所有的那些东西 都靠什么来区分 舌骨大脚 现在我们说到中莫分支的时候 我们开始靠谁来区分 科上头的颈部 科上头的颈部 向后方 内方 后内方走的就是什么呀 上核动脉 向外方走的肯定就是什么呀 逆浅 摸着蹦蹦跳嘛 常规情况下 我们说它行于这种逆下窝 通常以预外肌的 前面和身面扮行 形象前上 经这种一上核裂进入一额窝 一额窝之后 它产生了 基本的我们说到什么呀 三段分支 三段分支 主要分布于硬脑膜 上下颗骨 以及牙齿 恶部 鼻痘 咀嚼机和鼻腔 我们说正常的面部的 深部血共 只有一个血共 就是谁呀 只有正常的上核动脉 因为其他都在浅处 只有上核动脉进入到的深处 它的分支奔合 我们说怎么样 第一个叫什么呀 下核段 第二个异基段 第三段叫什么呀 叫异额 下核段很明显一点 我们说正常 它分支第一个大方向 走到什么呀 下核骨 走到下核骨之前 我们说出现一个脑膜中动脉 为什么它有一个 奔向脑袋的 硬脑膜的 因为它有脑膜中动脉 脑膜中动脉 经过疾孔 进入脑膜中动脉 再一个什么呀 下草动脉 所以考试人家问你说 下草动脉属于什么动脉里边 你想 下草动脉属于深部静脉 深部的动脉 深部动脉只有一个什么动脉 上核动脉 又叫做核内动脉 所以你说正常的上核动脉的 第一个下核段的时候 第一个是脑膜中动脉 进入疾孔进入到什么呀 脑袋 第二段是什么呀 下草动脉 直接进入到下草神经管的 这个下草动脉 第二段我们看 叫异基段 异基段顾名思义 就是正常的异基这块 异基这块包括咀嚼基 夹基 还有什么呀 腻合关节 腻合关节 所以人家说 常规情况下 我们腻合关节这块的 正常的血共 一方面靠深处了什么呀 异基段 所以它包括什么呀 上核动脉 腻合关节这块的血共 靠上核动脉 这是叫第二段 异基段 第三段我们大概看一下 叫什么呀 异恶管段 异恶管段是一个重点中的重点 第二段好背 第一段是下荷段 脑门中动脉和什么呀 下草动脉 第二段就是异基段 所谓异基段就无非这一块嘛 第三段才是我们需要反复背的东西 我们注意点 它包括我们正常的上核里边的 所有的动脉 包括上下草后动脉 矿下动脉 矿下这块动脉 以及恶降 还有跌恶 你记住一点 我们说一共整个所有的动脉中有全是后面难记的东西都是叫恶 一个叫恶降 一个叫跌恶 一个叫恶降 一个叫跌恶 一般的我们说跌恶它主要支配的什么呀 鼻腔 鼻腔这种跌恶 跌恶一般支配鼻腔 恶降主要是什么呀 恶部这块 恶降恶部这块 主要是恶部这块 这个特殊一点 我们注意点 正常的 一恶管道这三个 一个上一套后 一个什么呀 矿下 还有一个什么呀 恶降 以及什么呀 跌恶 刚才我们面动脉这块 我们注意点 包括上唇下唇 颗部 还有内滋 以及刚才叫恶什么呀 恶生 所以恶生 生是上面 面动脉 恶降就是什么呀 我们说的上核动脉的 一恶段 一恶管道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 一个东西 所以整个来说 我们说大方向来说 刚才同心顺一遍 我们看第一个 我们说正常情况下 颈外 颈总动脉 在甲状软骨上缘 分为颈内和颈外 以舌骨大脚为区分 舌骨大脚 下边是甲状先上动脉 平舌骨大脚 是什么呀 舌动脉 舌动脉 奔着舌头去的叫什么呀 舌身 舌头底下叫什么呀 叫舌下 舌下 往往我们说 再往上一走 就是什么呀 面动脉 面动脉有五个分支 一个是什么呀 上唇的 下唇的 颗部的 以及什么呀 内肢的 还加上一个特殊的什么呀 恶生 而正常的上核动脉 是位于科上头颈部的 什么呀 向后方向 向后方向走 向后方向走 它最起码包括三对 第一个什么呀 奔着下核骨去的 我们叫什么呀 叫下核对 下核对包括最起码 脑膜中动脉 奔疾孔 奔什么呀 奔脑 是硬脑膜的 而第二个是什么呀 下核潮动脉 奔下核 神经的 下核潮神经管的 第二段我们叫什么呀 叫一基段 一基段 最起码我们知道干嘛 念合关节里 它的血供 都主要靠它 第三段我们叫什么呀 叫一恶管段 一恶管段 最起码我们知道 包括正常我们说什么呀 上核潮什么呀 后神经 上核潮后神经 以及我们说 奔着眼睛底下走 叫什么呀 矿下动脉 一个是下核 后动脉 一个是矿下动脉 再有什么呀 我们说有了恶声之后 底下对什么呀 恶将 恶将往往一搬 什么呀 我们说奔向恶大孔 再有什么呀 叠恶奔着鼻腔颜膜 叠恶奔着鼻腔颜膜 叠恶动脉 病得鼻腔颜膜 所以整个这几个动脉 希望大家 一遍都记不住 你不用现在说 我丧失信心 不用 正常情况 你现在知道 我需要背什么了 好了 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收获 第一遍来说 最主要的收获就在这 第二遍 当你再看的时候 你说我还一团糊涂 只有一个可能性 只有一个原因 就在于中间这个区间 你没有使劲的凿打 我们说这些东西都属于硬骨头 分三段 大家最起码现在知道了 分为正常下核段 一击段 还一额管段 而后面我们说 唯一特殊器要搭配的 一个是面动脉的五个分支 还有什么呀 一额管段的四个走向 四个走向 这是我们说的上核动脉 上核动脉又叫做核内动脉 而面动脉叫什么呀 叫核外动脉